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8月27日晚上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繼續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額的付費是非常感恩的 也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之外 也能夠看完廣告、看完影片 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日 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繼續說什麼呢 當然是繼續說美國大選的新聞 當然有很多新聞可以值得說 但我想就是我們撥入第二節再說 美國大選的新聞 最近有很多零碎的事情發生 希望這一節做一些簡單的整理給大家看 我知道最近的新聞看到 所謂有超過二百名 據報起碼有二百三十八名的共和黨的人士 就是撐這些 Harris和Waltz 那麼很多人不怕 嘩那麼多人 但是你看回裏面的細節你就知道 根本這班人 一直以來 上次都是撐拜登的 即是他們對於民主黨的支持 是鐵定的事 因為為什麼呢 這班共和黨建制派 establishment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Mega這個運動 或者Trump這個運動 基本上是將 Jacksonism 復活的 那麼他以前 Republicanism 那種所謂的對外的干涉主義 對權貴的著重 對於世界工廠的著重 基本上是Trump的地方 已經不再存在 而這班原先 促擁著植谷集團 華爾街集團 和這班上是全世界佈局 世界工廠 以及干涉各地的戰爭 伊麗克 科威特等等的 由老布殊到小布殊 一直以來 共和黨曾經執政過的一些 領袖來說 這個情況已經煙燒雲散 很多是以前 幫Busch服務的人 基本上 都已經 已經不是共和黨的主流 所以共和黨內部 是經歷了一場革命的 這個革命就是 回復回到Jackson 第七任總統 既反對干預主義 亦都反對孤立主義的道路 而很多人不細微這件事 看很多都是紐約時報 Time 時代雜誌 ABC BBC NBC MS NBC CNN 看到自己腦子 生減的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了解 究竟共和黨經歷了什麼變化 認為Trump是個惡魔 是獨裁者 是基本上是一個 治美國於死地的人 親俄的人 於是不斷地批判他 這個情況就是 共和黨建制派 和民主黨的建制派 諸聯逼合的地方 也都他們認為 民主黨認為只要勾結到 籠絡到這一班共和黨的溫和派 和所謂獨立的保守派人士 就要獲勝 就像2020一樣 但是2020那場是否勝之不武 還是勝之有武呢 我們就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無論如何都好 238個人 他們都是所謂的前朝元老 幕僚為多 通常服務在 2001年至2009年的 小布殊 2012年曾經參選的 Mid Romney 是猶他州 一個重要的共和黨的成員 他就不是 特朗普的一個支持者 另外就是已經是過身的 John McCain 他是2008年的時候 參選過 代表共和黨去參選的 所以 George W. Bush Mid Romney 和John McCain 他們後面的人 譬如說 Gene Becker 他就是小布殊的 自己的幕僚長 另外譬如說 Mark Salter Chris Cork 他們就是 John McCain的幕僚長 譬如David Nirenberg 就是Mid Romney的財政部長 財務的主管 這次的情況 和2020年比較 其實基本上都是 原班人馬 加多五個老柴 而這些老柴 以前不出現 現在被人扯過來出現 他們代表了甚麼呢 代表 nothing 因為這班人 如果真的如實在2020年的選票 他們的支持者 已經反映了 這班人不是新增的人 而是一班已經支持拜登 民主黨的人 所以卑之無甚高倫 他們這次 就說繼續支持Harris 極左派的Harris 去反對Trump 為甚麼呢 他說Trump是傷害真正的 普通老百姓 削弱了美國的 所謂的民主的 傳統的制度 他說Trump是親俄的 即使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問題 背後其實是甚麼呢 他們整班人 和中國 幾多生意 眉來眼去 和基辛格 克林頓 奧巴馬 希拉尼 本身他們的利益集團 有甚麼勾結的 你一挖出來 挖出蘿蔔 帶出來 很多東西 就會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 無甚高倫 但有兩個人 我反而覺得 是重要的關鍵人物 就是 以前民主黨的人 改撐Trump 或者以前 獨立派的人 改撐Trump 這個情況 他們會帶來 原先 Trump沒有的支持者 一直去到Trump那邊 包括了甚麼呢 第一個要說的 當然就是 小羅伯甘賴迪 就是 Robert F Kennedy Jr 他口齒不是很清楚 年紀都很大 幾下了 都70歲人了 他本身就是 羅伯甘賴迪的兒子 大家知道 1963年 約翰甘賴迪總統 遇食 是他的叔 他父親 是叔叔 叔叔 他爸爸 Robert F Kennedy 在1968年的時候 遇食 兩個都遇刺 遇刺 所以他心裏很壞 曾經一段時間 Robert F Kennedy Jr 曾經濫藥 遇酒 基本上是非常破落的 但後來從事很多事業 包括對於食品 藥物 環境方面的一些官司 他做了一個 environmental lawyer 很多人說他有很多的 conspiracy theories 很多的陰謀論 其實他在說的是甚麼呢 疫苗問題 他覺得 嬰兒子不應該打那麼多疫苗 以及覺得疫苗本身的副作用 是不能預測的 最近你看這個 就是 很多的節目 也都看到 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都說明 疫苗的注射 未必是好事 而不像這個 Robert F Kennedy Jr 還說到 食物的問題 很多adjectives 我們上一次都說到這個問題 變了就是說 他們說這些的時候 說三點 自由言論 覺得民主黨現在鎮壓自由言論 我會說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free speech 他覺得 沒有 而且他就算去參選 他基本上 民主黨的選區 基本上就是 一些州份 不讓他選 是讓那些 可以戒到共和黨票的贏 就讓他選 民主黨根本是欺負他 現在就有他一幫siblings 有一幫 兄弟姊妹 很多人都站出來 就說 這個Robert F Kennedy 是叛徒 譬如說Kathleen Courtney Carrie Carrie Rollie 和 Joe Kennedy III 那這五個人都站出來 Joe Kennedy III甚至是 RFK的一個孫子 他們全部站出來 去反對他 甚至RFK Jr自己的老婆 都批評他 說他是叛徒 但是你不要忘記 這幫反對他的人 金賴迪家族 在民主黨有非常大的地位 他是民主黨 我覺得罕有 我想是近這50年 非常出色的總統 譬如他應對這個 古巴導彈危機 對於民主的擴張 對於美國的 震慶 對於蘇聯的一種制約 基本上是很好的 而他在任期間 起碼沒有放棄中華民國台灣 也都沒有跟中共建交 各方面的東西 他穩守著自己價值的立場 所以 我想現在是對 金賴迪總統 雖然他是民主黨的總統 但我想是跨黨派的支持 起碼他不會導致惡性通貨憑罪 起碼他不會導致 大量非法移民 由美麥邊境北移美國 沒有這樣的情況 金賴迪有這樣的好處 他的家人家族 有人出來選 這個我明白 RFK Jr就說這幫家庭 其實是民主黨的核心地位 他們一直是為拜登政府服務 他說我愛我家 但我有我的意見 我們之間有不同的意見 但彼此相愛 亦都有家人支持我 不是每個家人 就像剛剛那幫人一樣 去討伐他的 亦都有很多家人去支持他 他說 有一些人 不斷寫聯合聲明 說他背叛 民主黨 說他是 sad ending to a sad story 或者是很大的譴責 就是說這個老人家 是一個悲劇故事的 悲劇結束 這個聲明就是那些 家族成員 就在譴責他 就好像紅衛兵寫大字報一樣 說他基本上是 丟掉了美國的希望和願景 就是所謂個人自由經濟承諾 和國家震慶 其實這些事都是民主黨做的事 起碼有五個人以上 發聯合聲明 去譴責你的RFK Jr 但不要忘記 他 就一直在 Glendale Arizona 在Trump的一個 造勢大會上面 怎樣撐Trump 他基本上覺得 我和Trump之間 就是RFK Jr和Trump之間有三大共通點 當然譬如在環保 在經濟社的所謂利益重分配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三點一字 一言論自由 二停止無謂的戰爭 俄烏戰爭等等的東西 三 食品和藥物安全 不要強制疫苗口罩 不要再放任很多人加些無謂的東西 在食物裏面 這些東西 是他一直在做的東西 For which 你可以說他裏面有conspiracy theory 但我想就是很多東西 科學未有證據顯示它是對的東西 未必等於它是錯的 即是他不是在做mis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這些是左派媒體華爾街集團 直屋集團一直在老鬱他的東西 所以我想 所有人有他的free speech 是很重要的 要覺得被打壓 而因為這三點 他和Harris 拜登 完全踏不上線 反而和Trump能夠勝勝相識 所以他Super PAC那裏 想和Trump做個協議 他退選 停Trump 換取政府的職位 亦希望周有些人可以繼續參選 這番的說法 證實到 Robin F. Kennedy 可以 幫助Trump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基本上你先跟左派那些 即是New York Times 那些 原先就是 Harris在主任 譬如Trump 4個百分點 RFJ Jr一退選 過票給Trump之後 當然他的人有些不投票 他要投票的那些 稍為多數是給Trump 那些不投票的 一拉一卸的話 你會發覺到 Trump 基本上你看回搖擺州的情況 也不是全國的情況 都有增加 即換言之 在那些所謂的搖擺州份 根據左派的民意調查 以前Harris在4點 現在變了2點 即基本上 將那個優勢 Harris的所謂優勢 減判 而事實上 你根據 Rasmussen的報告 一直議題 Trump在2點 那現在基本上 曾經有段時間 零 即基本上 大家是完全叮噹碼頭 但是根據 這個 這個小羅伯甘乃迪 退選之後 又抹開1至2點 即換言之 小羅伯甘乃迪的退選 的確是對Trump 的選情有幫助 另一方面 你看回那些左派的 專家學者都說 很多水分在裏面 那些民意調查不准 其實你這個Harris 不要坐定粒粒 以為自己贏 換言之 他們默認了 他們做的民意調查 充滿水分 Rasmussen的報告 6000個sampling 你們那些New York Times CNN 1000多個sampling 一看就知道 誰是對不對 那你說6000是否一定優於1000 不是的 就好像香港90個立法會議員 不是等於優於70個立法會議員 等我來就是說 別人做的家權 那方面的方法 攤在陽光之下 你會發覺到 喂 你New York Times 全部是做一些 先有結論 之後做規則 然後做個結論 完全套回你的結論 就是民主黨 稍微領先 用這個地方 應該用這個方法 打雞血 打雞精 希望呢 大家催谷這個Harris 做高他的聲勢 但是呢 很快會見真章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後面就會有個 辯論會 稍後我們會講到這一點 好了 現在講另一個人 會有幫助 是什麼 一個前民主黨的 總統候選人 叫做 就是 加巴德 這位女性 是夏威夷第二選區的重要的 國會議員 眾議院議員 在2013年至21年 夏威夷第二選區獲勝 2022年 他終於退出民主黨 為什麼呢 權貴支配 他一直認為這個民主黨 應該是為工人 為勞工階級 為男嶺階級 去做事 誰知道這幫人 都被權貴把持 覺得心慕痛絕 於是退黨 他這次 異政辭嫌 出席了 特朗普 在National Guard Conference 在底特律 的一個集會 8月26日 第八一 他出席這個集會 基本上講到 民主黨 是有所謂的 反自由的文化 做政治報復 做濫用權力 他拒絕這件事 甚至自出 Harris 加州期間 他就 困了 困了一千五百多個 食大麻的人 或者是 運輸大麻的人 但是當人家問 喂 你Harris 有沒有食過大麻呢 又在那裡喪笑傻笑 楊千華式 或者江文偉式傻笑 這種做法 令人心慕痛絕 那麼 他就認為 周斯加伯認為 個人權力 不能夠優於 人民的利益 自由和未來 而尤其 到於2021年 拜登 撤出阿富汗的時候 導致13個人 美軍死亡 還有一些 終身殘廢的 回到美國 他覺得 拜登和 Harris 從未為這些人道歉 接著 Fox News的 鄭鏗特一轉 看到特朗普 和他的成員 去到 阿林頓 Virginia 去獻法 為這13個人的亡靈 逐一打電話去慰問 偷斯加伯就問 你身為美國總統 Commander-in-chief 有沒有去慰問過 這些人 逐個家庭去慰問 承認自己的錯誤呢 拜登和Harris都沒有 所以他覺得 這個take it personal 他絕對沒有辦法 接受一個 這樣的人 做三軍統帥 更何況 你會看到 自言論自由 亦都 飽受衝擊的地方 非常多 譬如說 Tim Walz Harris的副手 即是華茲 中文藥的 填華 填華 他說對於 假訊息 和 仇恨言論 即miss information or hate speech 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保證 這個很差 我再說一次 miss information 不是d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是故意造假的東西 miss information 是過失的 他說對於 miss information 或者 hate speech 就是仇恨言論 是沒有所謂的 言論自由的保證 此言差異 我們以前 由中學到大學 或者研究所 或者出來社會 讀書都說 你也知道 我雖然反對你的言論 但是我 絕對反對別人 鉗制你的言論的自由 即使你的言論是錯的 客觀上是錯的 主觀上我認為都是錯的 我不可以限制你的言論 如果你對miss information miss了 過失 miss information 不是故意的disinformation 不做區分 你認為miss information 就要限制他的 不保證他的言論自由 這個希特拉共產黨 納粹黨 法西斯 為什麼這麼多人 批評 Traumat 法西斯 不批評這條田話 這條目嘴 下一個納粹的 所謂的將領 那個頭目 他是法西斯 對於miss information 不保證你的言論自由 這樣都說得通 hate speech 又奇怪 hate speech是什麼 hate is a matter of kimoji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麼樣 根本hate speech 被左派的人 大師煲出來之後 被濫用 很多保守派的法官 包括現在絕大部份 聯邦罪高法院檢察的法官 都完全對這個心慕痛絕 什麼叫hate speech 是不是 如果你說一些 歧視性的 或者是說 要殺人家的言論的 都牽涉到恐怖主義 或者種族主義 這個一定要去 鉗制 但是hate speech 比如說 嗯 你這樣就不好看 hate speech 你這樣就沒有品 hate speech 然後你沒有言論自由 拉你 喂 這是什麼社會 闖門的世界 這是什麼世界 共產世界 毛鄧江湖集中共 蘇共 希特拉 麥索里尼 那些 利波爾布特 喂 你在搞什麼 所以我好可怕 這個 三十多年來 在中國做生意 拉一大堆美國學生 暑假去中國 然後賺大錢 趁這個六四周年結婚 兼在中國度蜜月 然後在佛山的第一高中教書英文 美國歷史 這個這樣的填華 真是要大家看清楚 眾議院共和黨籍的絕大多數的議員在 Speaker 麥克強森的領導之下 已經開了一個獨立委員會調查 獨立的專案去調查 這個 Tim Morks 通中共的問題 我的問題 這麼簡單 你如果認為反中共是優先的 支持共和黨 你認為反普京是優先的 稱你支持民主黨 這個是寫在牆上 就是 青菜羅伯各有所好 天堂地獄 正與邪各走一邊 你說你支持民主黨 是不是都是反中共的 Lip Service 是不是 你支持這個共和黨 等於都是反普京 依然都是反普京 要停戰 你要知道美國 或者自由世界頭號敵人是誰 為什麼 CCP 而不是普京 如果你認為 flipped the other way around 你覺得普京才是最欺騙的 那你不是支持民主黨 但是你不是 認為支持 打到中共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要支持民主黨 你老三選的 是有問題的 你搞不清楚整個狀況 但是很多香港 也不是在外面的KOL也好 評論人也好 一些做這個 生活得 養尊處優的人也好 不會詳細 爬新聞 跟著他用自己 以前一直以來 累積起來的 左派的思維 去思考問題 結果什麼呢 就因為 只有進步派 只有左派 先對我們少數族裔 華裔 港裔的人好 那些 不是 譬如說保守主義的 一定是KKK 三K黨 百人至上主義 絕對對我們少數族裔是壞事 我想這種說法 如果你放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可能通 看到今時今日 已經 金席 復合席 不可以用同樣標準的量度 如果你認為 特朗普基本上是歧視一些亞裔人士 你看最近 他的韓裔社群 得到很多 不是韓裔社群 越南裔社群 得到很多越南裔的一些 美國人支持 他們不是非法入境者 很多越南人 北越南越也好 尤其南越更加多 移民過去美國 而他們 跟那些華人很不同 華人始終認為 自己 始終知古而來 都說中國人 但是那些越南人 就認為自己是美國人 更不要說印度人 他們很堅證 捍衛美國 我有些朋友 也都介紹過一些 越南裔的美國人 給我認識 他們 根本捍衛美國的心 拿著把槍 捍衛自己家庭 捍衛自己國家的心 很強 他們對美國不止感恩 而且是認為自己新的國家 是我們的保護國家 這個就是越南裔的美國人 我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難得的 是不是 大家看看 Tim Morse 說的是什麼 非常垃圾 好了 今天講到 特朗普和Harris 剛剛講到了 有辯論會 ABC 這個非常左膠的媒體 在費城 9月10日舉行 原先答應了 在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Center 就是國家憲法中心 就會舉行 ABC的 Trump vs Harris 的辯論會 大家都萬眾期待 但情況有變數 為什麼呢 因為 Harris想退台 這件事我看了整個Facts 看到左右派媒體Facts 我肯定是Harris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Trump和Harris 一直的約定是什麼 跟蹤 先前 就是Trump 和拜登 辯論的時期 在CNN的一切規則 OK 現在 Harris提出新的版本 然後左派媒體 就是 誤到大家視線 即他不是誤到大家視線 他將自己視線 疏到一個非常窄的一點 但是看回 Fox News的報導 整件事就很清楚 Harris要的是什麼呢 他 有幾樣東西要的 一 全程的microphone 要live 直播的 microphone要on 不可以off 全程無縫直播 第二 他要坐在那裏 不可以站在那裏 第三 要nux cheat sheet 大家知道這叫cheat sheet嗎 就是那些 不是 應該這樣 我們覺得 廣東話最前實 貓子 第四樣東西 要有opening statement 要開場白 OK 坐在那裏 要貓子 開場白 那些左派媒體不說 他專門說一件事 就是 Harris要全程的microphone直播 因為他要 陰 Trump Trump如果 七十幾歲到人家 不斷說他 不是黑人 不斷認女人 不斷說了一些 情緒性的說話 或者 就是說完了這個時間 他繼續去講話的時候 就陰到他 然後放大他所有的東西來講 這個Trump的性格的弱點 或者老人家的一種 想法 脫稿演出非常多 罵起上來 很情緒性 emotional 這個情況就是要陰他 這個不要緊的 當然就是 之前我們的 agreement 不是說明 跟CNN的規矩嗎 現在突然之間加了四樣東西出來 所為何事呢 跟著 Trump的一個 重要的發言人 Jason Miller 就說 你們這班人 根本上就是完全是偏袒的 還有就是說 你突然之間提出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 Harris那邊的 Brian Fallon 就是他的 sokesperson 去講這件事的話 完全是不得了 而且再講多一次 Harris到現在 整個月 未做過任何專訪 時代雜誌出的封面 都不是他的樣子 他只是掃描 OK 裡面沒有他的專訪 任何的媒體 左膠媒體都沒有他的專訪 亦都 Harris不出席任何記者會 什麼都沒有 躲起來 OK 還現在要坐在這裏 出貓子 還要開啟發言 下時間 顯然 Harris根本上 是 是歉於面對特朗普的狂攻猛襲 他不想重蹈 2016年 希拉里的覆轍 不想重蹈 剛剛施先前 拜登的覆轍 於是 要做這樣的局 出來來搞 而特朗普更加在 他的鐵文上批評 我們ABC更加 是 的機構 你那個所謂的 Jonathan Kow 質問 Tom Cotton Tom Cotton說 喂 Harris 當年2019年 想競選民主黨內初選 想做這個總統的時候 很快退選 但當時的政綱是什麼 Medicare for all Medicare for all 意思是什麼呢 國家設立一個全民建保 然後 Wipe out 消除所有私人保險 這些全部有錄音 還有報導為根據 Harris 講的這一點 你認不認 之後Jonathan Kow 就不斷地插他 誤導他 說他Tom Cotton是錯 即是記者 跟他做辯論一樣 這些全部是荒謬 跟著特朗普 就會支持Tom Cotton Tom Cotton更是很支持台灣的 美國國會裡面 是核心 長期支持台灣的人 Tom Cotton 非常勇猛 非常好 OK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分別在哪裡 所以我說 你在ABC做辯論 Filadelphia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特朗普要的是 加多一點 現場觀眾 好了 你不要 跟回CNN所有的規矩 如果你要加碼 我特朗普都加碼 是不是你 劈四張牌出來 我都劈五張牌出來 你不是這樣說的 談好了不當 一回事 又要坐 又要Nox 貓子 又要開場白 又要全程開麥克風 直播 好了你搞那麼多東西 我是不是特朗普可以提出 開放所有人 召喚 開放所有特朗普 你的中國政策是甚麼 你的外交政策是甚麼 你的詳細 具體的經濟能源 邊境 通脹政策是甚麼 講清楚說明白嗎 不是在這裏講完 不會全面禁止 大概加多少情況 又不講得清楚 鬆鬱蒙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困擾 另外剛剛講到言論自由 亦都有一宗新聞 就講到 Facebook 就是META的CEO Mark Zuckerberg Mark Zuckerberg 祖克伯格 他就講到 他最近給了一封信 給這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Jim Jordan 他講到 Facebook是受到 拜哈政權 拜登 Harris administration 的施壓 尤其2021年的時候 有很多的高官 高層人士 對他施壓 要審查美國人的言論 特別關於 武漢肺炎 中國病毒的內容 那就是說 裡面涉及到很多的 幽默 或者是 戲房 就是反諷 Satir 或者是humor 全部都要壓低流量 甚至禁止 小弟都是其中一個 當時都是山文 甚至無緣 在幾個月半年 一年時間 他將整個 Facebook的流量 按到非常低 到今天 都是不是完全恢復呢 沒有 所以我說 不斷地 按下大家的流量 這件事 原來 Mark Zuckerberg 挖開心 出來 其實我心不甘情不願 一日最需要 拜下政權 他下禁止令給我 當時我都不想的 被迫無奈要這樣做 我們一直都想推廣言論 追蹤大家的 安全 但現在他這樣搞 我沒有辦法 當時遺世所逼 沒有辦法 僅此自協 以後 不會再這樣 那樣的 為甚麼這麼說 很簡單 最近Facebook 開了Trump 出來 意思是說 他都預見到 極有可能 Trump 會當選 他怕政治報復 先撒塌 OK 所以 Mark Zuckerberg 這些人 全部都是為 對權力 有無拜的感覺 OK 建高 就會拜 他不是真心 覺得言論自由重要 他只不過預計到 之後不會被Trump 將一軍 他知道Trump 要將他軍 所以他不想在這個地方 立即投降 OK 因為Trump 已經說明了 TikTok 不會這麼快對付 先對付這些 Instagram Facebook 這些 他於是 才要獻味 但你覺得這樣通嗎 我就不知道 他希望做這件事 有備無患 好 這樣的情況 踩了拜登和 Harris 一腳 OK 而且不知踩這一腳 用踩多一腳 他說 拜登 的家族 好多的醜聞 還記得 烏克蘭 烏克蘭有個能源公司 叫Burisma 當時拜登 跟這個Burisma 有多少過重生物關係 真正通俄的 並不是 Trump 是 拜登家族 還有 克林頓家族 他們才真真正正正 通俄 當時 2020年 快要選舉 拜登 撕押給他 甚至 2020年選舉之後 拜登繼續撕押給他 就說 這些 他講家族的壞話 Hunter Biden 什麼Burisma的壞話 全部都是 俄羅斯 他不是說中國 俄羅斯的陰謀 他們 是他們的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的一環 他們說 最後證實 沒有這件事 做了一百個都說 沒有這件事 假的 所以他做錯事 覺得當初不應該這樣做 悔不當初 覺得希望 懇請大家原諒 當然你有這樣的道歉 大家都覺得 但是第一 我以前有個損失 你怎麼補償呢 第二 怎麼保證你以後 如果Harris當選 你會不會從屍顧忌呢 你憑什麼 告訴大家 你不會從屍顧忌呢 你當年怕政權 吐好政權 以後是不是都 會呢 還是 憑什麼 使我相信你 不會呢 第三件事 整件事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 今天 有沒有辦法 你說清楚 究竟拜登 和Harris 是怎麼施壓給你們的 而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呼籲 就是剛剛說的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主席 Jim Jordan 展開獨立調查 而這個由2023年2月開始的 這個所謂的 傳召 去作供 他提供上千多頁文件 另外12個員工 起碼Addustin 的員工 也都是會作證 這件事牽涉到 拜登 哈里斯政權 究竟有沒有 損害到 憲法第一修正案裏面 保障的美國公民的 言論自由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一點 所以呢 我們看到 言論自由很重要 即是今時今日 我覺得右派的人 不會禁止左派的言論 OK 即是你有自己的plattform 我有自己的plattform 大家講完它 即是有些共產黨人喜歡講自己的東西 就講完它 它不會說 你不准講這樣的東西 即是我聽到一些左膠 我不講哪個國家的了 同學說 你三譜 你在台灣 你憑什麼 講美國的大選 那我同樣講這些 左膠講 你憑什麼 講我在台灣 講的東西 是不是 即是用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邏輯 你怎麼講台灣大選 你怎麼講習近平 你怎麼講英國大選 你怎麼講澳洲大選 只要你 miss information or hate speech 你們全部都是 沒有保證言論自由 這樣也可以 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們很多人講proposition 47 那些左膠就說 個個都罵Harris 說Harris 是放縱了 整個人 就是說 950元以下不是犯罪 他是罪夫禍手 其實這個是 disinformation well 我們從來沒有講過 950元以下不是犯罪 我們講的950元以下 是short lifting的 輕罪 然後絕大部分的case 都沒有被檢控 你自己查所有資料都這麼說 你有罪與沒有罪 根本不是重點 你沒有被檢控 我就拿計數機進去 我就講過 949元走 你要我陪得 要檢控 賠回等額的錢 你捉到我 我就賠錢 捉不到我 我不用賠錢 我去不去偷 當然要去偷 這個就是美國現在的荒謬的地方 你可以賴很多東西 但是你說 檢察總長不負責 他個案的情況 每個county 每個city 檢察官 獨立檢察判斷 You are right 但沒錯 但是檢察總長是廢的 那他做些什麼的 你跟我說 他做些什麼的 檢察總長是對於上訴案的處理 和他都要制定檢控政策的 法院和檢控檢察院有個最大分別 檢察院是一條邊的 法院不是一條邊的 每個法官是獨立審判 有司法獨立問題 檢察官是沒有所謂的真正的 類似法官的獨立問題的 他檢控是相對獨立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上面的人 對於 檢察總長對於這些 坐視不利 有你們這樣做 覺得你們做得 OK 也都不阻止 而他有沒有權力 say stop say no 絕對有 檢察 加州檢察總長 絕對有權力就是 專門檢控綱 你怎麼做 pass 給下去 cascade down 大家要follow 絕對可以 他和法院是不同的 所以這班人 是不是喘著名白妝糊塗 還是故意做一些假的消息 和大家散播一些假的言論 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想看美國的情況 大家要細心一點看 就是大家可能說 我是Trump supporter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Trump fans Fans 裡面是粉絲 粉絲就是說 凡他說得錯的 我們都要幫他 塗脂抹粉 我不是粉絲 我是supporter supporter是理性的 我對Trump很多大嘴巴的東西 對於Nicky Haley 對於Desantis 過度的批判 對於 一些議題 炒作為 Harris 不是黑人等等的東西 是很無謂的 這些要提醒 Nicky Haley也要相當清晰的提醒 但他基本的政治綱領 他的政策觀點 是符合常識 和美國的立國精神 是值得支持的 反而民主黨一直以來所做的事 我覺得 痴之以鼻 誰真正為 工身勞工工工農階層的利益 大家攤開美國地圖 看看南洪州份 哪個supporter 你都很清楚 不用問我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說民主黨 是不是還是左派 為工人 為工會 為勞工的政政黨 Sorry 他是將 極左派 炒作 的新型馬克思主義 用性別 種族 和環保做操作的極左派 和華爾街集團 植谷集團 深層政府 兩個 好像Apple and Pan 結合在一起 這個魔靈 這個魔獸 是非常邪惡的 一方面講政治正確 另一方面講 穩真銀 世界工廠 全球化 既得利益的權貴家族 繼續 壟斷市場 這件 是不是對美國有利呢 Trump是否定的 這個正是整個Mega運動 和民主黨 這幫左派的人 最大的分歧 OK 不明白的 消化一下 看看有關的資料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講 希望大家 明辨這個是非 守護公義 下一節我們再見